曾经作为YouTube最红的Minecraft实况主Dream 在拿下面具之后争议不断 遭到网友们的言语攻击和骚扰 让他饱受折磨 就在近期 Dream发布了一则自白影片 澄清了所有的事情 得到了玩家们的关注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众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Dream在近年来被网友们言上之后 他的人生就与宁静告别 随后也因许多大大小小 跟黑粉们捏造的事情 被指控而冠上了不好的标签 最终他也成为了网络的出气沙包 对应网友们的攻击 Dream不站出来发言 就被网友们认为他默认了罪证 但是站出来之后 又遭到了无视 被认为是狡辩 不管事实是什么 最后Dream惨遭网友们的霸凌 而他却毫无还手之力 生活被严重影响了他 在2023年12月20日 发布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澄清影片 来讨论网上的争议 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到底在YouTube生涯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是否真的清白 还是就和传言一样 是个麻烦人物呢 今天玩家机密就与玩家们一同探讨 Dream种种的争议事件 如果有遗漏 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吉尾马秀 相信玩家们对Dream这一位实况主 并不陌生 在Dream决定露脸给粉丝们惊喜之后 没想到事情得到了反效果 他的样貌被玩家们当成笑话 从而成为网友的重视之地 接二连三发生争议 导致他不得不出来一一澄清 而Dream澄清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 从来不露脸的他 在通过Minecraft爆红之后 他真正的样子也成为了粉丝们讨论的焦点 突然网络上出现了一个 自称Dream真面目的胖男子照片 引起了玩家们的讨论 当时他否认了照片里的男子是他的假说 但是在Dream公开真面目之后 他的样貌跟照片中的男孩对比一模一样 让网友们觉得Dream欺骗了大家 做人不诚实 而Dream也在影片中解释了 当时选择隐瞒的原因 他表示其实早期就已经有公开样貌的打算 为了将惊喜留给粉丝们 他才选择了欺骗大家 另外 他也表示当时某些极端的网友 为了证实一切 透过人肉搜索找到了他的地址 并在他的家等他出门 以及让警方突袭他的家 通过种种极端的方式 只为了想要看见Dream的样貌 网友这样的行为 让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甚至还开玩笑地说到 他直播Minecraft的时候 现场陪伴他的观众 就是突袭进家的特警人员 而接下来要说的是 关于Dream在2020年 Minecraft Speedrun作弊的事件 玩家机密之前有对此做出了整理 如果想要了解细节的玩家 可以观看该影片 简单来说 当时Dream否认了作弊的行为 表示他自己不知道 作弊器在运行着 对于此事 YouTuber Carl Jobs 在深入研究之后 表示Dream是清白的 现在Dream自己承认了作弊事件 也将成绩从Speedrun拿下 对玩家社群感到抱歉 在影片中他也公开了 之前没有分享的讯息 透露自己与天文学家交易 一同做出数据计算 让作弊看起来就像是幸运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 Dream当时可以逃过一劫的原因 而随后要说的是关于Dream旗下的Dream S&P Dream S&P中有一位名叫 Manatrid的成员 他是Dream最好的朋友 在Manatrid闹出家庭暴力事件之后 Dream当时选择了保护Manatrid 并在查证任何资料之前 就做出了批评大众的发言 因此网友也在指控Dream 于是他就将Manatrid 从Dream S&P中移除了 两人的友谊也画下了宗旨符 失去了联系 他为当时没有弄清事实 而一味相信Manatrid感到抱歉 Dream在影片中承认了错误 并勇敢自白 勇敢承担责任 也许因为之前的种种事件 和露脸之后得到的负面印象 Dream的争议日益增长 从而延伸出了更多的负面新闻 像是Dream被指控 在网上发布不适当内容和照片的形象问题 其中包括引人狭想的照片和发文 以及足以言上的言论 查理对Dream的作为也表示疑惑 并对此做出了批评 而Dream也解释了 他为了达到Snapchat的标准 每天必须上传100张以上的照片 而这一些所谓的不适当的照片 Dream相信是黑粉下载他的照片之后 附加不适当的词语 并重新上传 捏造了Dream不雅的形象 像是不久前提到令许多人误会的假账号 Dream was stolen 也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造谣者 在遭到封禁之前 不断的发布不当内容 玷污了Dream的名气 另外 Dream也透露他的Snapchat 以及Dream的fanart户口 从2022年1月起 都是他的朋友全权经营 他的朋友表示 发布的内容都是他一手报办 而且Dream本人都没有参与其中 某些fanart以及涉嫌让玩家感到不适的内容 像是在推特流传Dream与男性清闻的DNF画作 让许多玩家有两极的回应 对于粉丝们的评价 有人也觉得是开玩笑 并没有回复他们 而选择转推的原因 则是因为他的友人觉得有趣 久而久之 Dream是一名怪咖的形象慢慢的形成 最终也成为了他的黑历史之一 对于这一件事情 Dream也让他的朋友出面澄清 他也对Dream的遭遇表示感到同情与抱歉 听到Dream的解释之后 查理也表示了解了真相 不再批评Dream的作为 较为严重的指证 是发生在Dream拿下面具之后 相信玩家们都知道 当时Dream公开样貌的时候 得到了非常两极的回响 有人表示他长得很帅气 但也有人对他的样貌进行了侮辱 表示他很丑 甚至连他很丑的这个词句 还一度成为了当时在推特热搜的字眼 但有很大的原因 相信是网友们对Dream的样貌期待非常的高 但是在拿下面具之后 却是一名样貌平平的男人 让玩家大失所望 甚至是产生恶意 在他拿下面具的不久之后 就有一位名叫 Anastasia的女性指证 Dream数年前 对上位成年的他调情 之后也发出了更多的TikTok对话记录 证明了Dream的恶行 看见这些Dream表示 他不认识这个女性 在简讯历史中 也只找到了数年前与他正常对话的记录 他相信是因为对话中 询问了女孩的年龄 所以才会被别人大作文章 而Dream也表示 他在TikTok并没有使用简讯 而是用语音沟通的 这与Anastasia的言词不一致 在他无法拿出更多的证据之后 事情也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而继Anastasia事件之后 另外一个叫Amanda的女孩子 也站出来指证 Dream在他未成年时调戏了他 并且表示Dream发送过不雅照片给他 对于Amanda的发言 Dream承认在早期就认识了他 两人一直都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直到Amanda约Dream出来见面的时候 Dream拒绝了他的邀请 在Dream的事业变得繁忙以后 他也减少了与粉丝们的互动 这也代表与Amanda之间的交谈 也就相对的越来越少 两人最后直接断了联系 虽然如此 Amanda还是作为小迷妹支持着他 在Dream拿下面具被沿上之后 Amanda还曾站出来辩护Dream 反驳黑粉的批评 但是几天后 他又突然指控Dream曾经对他性骚扰 这样的转折让Dream自己也感到不解 但是为了澄清事件 Dream也公开了他们的聊天记录 展示了当中并没有任何不适当的言辞 要求Amanda也拿出聊天记录 证明他的说法 只不过Amanda迟迟没有拿出证据 只是一直做出空头威胁 说会公开Dream给他的不雅照 将两人的暧昧对话记录 上传到社交平台 将资料交给警方 以及上诉他等等 即使给予警告 Amanda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行为 为了查证真相 Dream聘请了团队展开人肉搜索 并找到Amanda住址附近的警局 询问是否有他的记录 当然警方也表示 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 在Dream将澄清影片发布之后 Amanda也马上删除了社交的账号 并消失在了大众的眼前 而就在不久前 Dream跟尼古拉斯坎图 也就是阿甘妙世界的主角 陶阿甘的新配音员起了冲突 事情的经过 就是Dream在9月的时候 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 巧遇了 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在喝酒之后 态度非常的不友好 不但辱骂送他们的Uber司机 还删了Dream一巴掌 隔天尼古拉斯对自己的举止 感到抱歉 并要求Dream的原谅 他也选择私下处理 不公开事件 随之不久之后 尼古拉斯在看到了假账号的造谣时 突然指责Dream是恋同屁 甚至说出希望Dream遭遇不幸 这让他感到必须站出来 指控尼古拉斯的人为 并分享了当时的生日派对 与司机发生冲突的证据影片 玩家机密之前也有对此做出了整理 想要了解细节的玩家可以前去观看 最后事情的结果 是Dream找到了当时的Uber司机 并为当天的事情做出了证词 来证明尼古拉斯的作为 而尼古拉斯在人证物证被发布之后 他删除了相关的推文 选择保持了沉默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更新推特的状态过 在尼古拉斯风波结束之后的几天 有一个名叫Burner22的用户 分享了一名叫未成年 Jamie的女孩子 被Dream信骚扰的事件 他自称得到了许可 公开这件事情 影片中可以看见 Dream在Snapchat写下低俗话语 以及发出声音声的片段 Burner22也表示 Jamie在2020年离开了网络世界 所以不能够找到更多的证据 话虽如此 影片中除了用户名与声音之外 并没有任何有利的证据 可以确定他是Dream Burner表示他已经上报警方 他们也在调查Jamie的案件 对此Dream回应了指证 表示其实他和Jamie还有联系 并不像Burner说的 Jamie离开了社交媒体 Jamie在发生事情之后 确实将账号的状态改为了不公开 因为他不想要被网友们追踪和攻击 再加上Burner表示的得到许可 根本没有根据 因为Dream很明显的没有给予许可 而Jamie为了远离纷争 也限制了社交环境 可见Burner是三次捏造了故事 Dream对Burner的账号进行了研究 不仅看见他的账号 只是在当天开创的 而且还删除了对他没有意的发文 像是保证消息100%正确 而且还透露他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在Dream追踪所谓的消息来源时 他发现提供消息的用户 根本不认识Jamie 也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互动 另外 Dream也找到了相关的人士 发表了真相 首先他表示 Dream并没有对任何未成年的粉丝 做出不适当的互动 他相信他的朋友 是在酒精与负面情绪的影响下 上次发送了照片给Burner 得到照片之后的Burner 断章取义 指证了Dream 这也就是事发的经过 Dream之后 当然有去警察局 查证了他的上述记录 其结果就和Amanda的一样 也只是空头上的威胁 事后Burner的账户也被删除了 事情也因此告一段落 影片的最后 Dream呼吁大家人肉搜索 与造谣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也表示 不只是被黑粉 搞得非常痛苦 心里被受伤害 估计这也就是 他当时做歌的灵感来源 Dream对这些事情 一一澄清之后 粉丝对他也有所改观 但是某些来自推特的用户 还是继续选择 不相信Dream 即便提供了许多的证据 他们则是觉得 影片中的证词 是另一个谎言 表示他打出受害者牌 来博同情 长年来被推特的黑粉 搞得不安宁了他 也表示推特的影响力 十分极端 恶意使用 会对受害者带来极大的影响 虽然Dream早期的时候 有做过错事 但是他也站了出来 勇敢地承担责任 通过澄清的影片 可以了解Dream之后的数个争议 都是由网友恶意捏造 而做出来的谣言 想要伤害Dream的名声 让他成为网络霸凌的受害者 他为了证实推特的恐怖 曾经捏造了XQC信骚扰他 并发出大声声音的Snapchat影片 以及借着Pokeman饼干争议的事情 捏造出他私信Dream 表示他的粉丝都是无脑的SIM 饼干再贵 他们都会买的假消息 讽刺的是 这些虚假捏造出来的假爆料 还真的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 而且还有网友听信了这些谣言 这现象刚好可以证实推特的恐怖 对于Dream做出的指控 他们也有对其进行回应 XQC开玩笑地承认了 性骚扰Dream的事件 当然这也是XQC讽刺造谣的现象 另外一头Pokeman则发出推特 询问为什么Dream会有捏造的视讯 当然Dream也向Pokeman告知了缘由 并向他道歉 了解情况之后 Pokeman也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甚至还调皮的留言询问 XQC的事件是否是真的 借此他希望让大众了解 散播谣言的恐怖 并希望大家制止谣言的行为 最后他也表示 他会更加关注他的社交状况 有可能会再次经营自己的社交户口 而不是让别人来帮忙 他也承诺之后会继续保持活跃 只希望黑粉的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通过Dream的事件 相信玩家们可以了解 网络霸凌的恐怖 恶意的造谣 以及人云亦云的现象 即使是谎言 也会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在庞大的网友 未经查证 发言侮辱受害者 可谓是抹杀了一名人类的社交未来 同时也会对受害者的心理 带来极大的伤害 所以玩家们也要有独立思考 认清网络上传言的真谓 不要一味相信网络上流传的一面之词 而成为助长谣言的齿轮 Dream的事件就是网络暴力 对个体带来危害的最佳例子 但是Dream没有被黑粉们击垮 选择大胆战出来澄清一切 是值得被赞许的行为 相信这个举动 可以拿回被黑粉们抢着的光明未来 玩家们对于Dream的诚心事件 与网络霸凌的作为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